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2009年艾成以电视节目第二届超级偶像冠军之姿出道 并发行了一张个人专辑 但这没有让他成为梦想中的歌唱巨星 反而在这一趟圆梦的旅程里 染上严重的忧郁与暴食的症状 甚至还一度被鬼附 生活因此陷入谷底 然而艾成仿佛走过地狱一遭 从人生的尽头处再次寻见耶稣的救赎 而这一次上帝的爱成为他唯一的依靠 并且带领他走出另一条 不同以往的音乐之路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是一位艺员 所以可能官朋友对他都已经有一些认识了 他唱歌 跳舞 演演戏 也主持 但其实在他演艺圈闯荡的路上 曾经面临过蛮多的挫折跟打击 今天在节目现场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欢迎艾成 艾成你好 艾成的主持人你好 你出道是因为参加选秀节目吗 在台湾出道 超久这样 2008年 第二届 第二届 2008年 那已经蛮久以前了 已经11年前了 然后你是那一届的冠军 那届的冠军 很厉害耶 参加选秀 10年前 你们那时候好像你主要是唱跳为主嘛 对不对 那时候在荧光幕上是 在荧光幕上是 但你自己本身就原来就很会跳吗 不是 我本身是来台湾希望是成为创作歌手 你原来想要做创作歌手 对 但上了节目慢慢的就被塑造成是要 要唱跳 唱跳歌手 所以跟自己原来的设定又有一点不一样了 不太一样 其实来台湾这17年的故事挺 挺好玩的 挺有趣的 今天就要听你来分享 对 所以你小时候在马来西亚长大嘛 对不对 对 我们马来西亚小朋友都很爱唱歌 对 我小时候我姐姐是学钢琴的 然后每天都在那边练古典钢琴 然后有一天我就问姐姐说 我可不可以坐在你的钢琴上面弹钢琴 结果我就坐上去 我就把姐姐弹的东西弹了出来 没有人教 没有人教 所以你小的时候就有发现说 自己在音乐这个部分很厉害了 结果全家人就想说 出现家里出现的贝多芬太好了 一个天才 然后我就到亚马哈音乐学院 一开始学 就拿了三年的钢琴冠军 所以我心里就想说 我好厉害 我长大以后一定当明星 一定当明星 对 很厉害 然后我就越来越骄傲 其实家人之后 我是从 家人是那种三千宠爱于一生的家长大的 我爸爸 我到比赛 不管是坐飞机坐船坐什么 我爸爸就跟在我身边 所以你也到处去比赛 到处比赛 所以我从小 我从国小 一年级到六年级 每一年都是比赛冠军 越拿冠军我就越骄傲 但是 每次拿完冠军之后 都没有人会来问 要不要发片 对 要来 所以其实常常夜来冷静的时候 我都会问自己 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多的 因为我是第三代基督徒 所以你从小就认识谁 我从小认识神 神对我来讲是互胜服而已 我要死了 就赶快 我就快快 我很好的时候你就休息 我来处理 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常常会讲说 你给我这样子的才华 但是为什么你又不给我成功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发片的机会 郑忠基大哥 去马来西亚 他弄了一个唱片公司 然后要签 华语 马来西亚的歌手 然后我比了全国的第二名 还是第一名 我忘记了 第一名 代表马来西亚再去新加坡 比到第二名 很难 很难 拿完之后 然后他们说 你年纪太小 我帮你弄一个三个男孩团体 我说不要 我要自己 不要 那就 他就不会跟你说 但是其实也就没有了 我爸爸就拿着我的 帮我录了一张唱片 Demo 然后拿到台湾 每一个唱片公司去给 所以是你爸爸主动 对 来到台湾 然后每一个唱片公司说 谁肯帮我孩子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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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好爱你 对 然后结果两年过去了 终于有唱片公司打电话说 让你孩子过来 让他过来 试试看 唱歌 当歌星 然后我们帮他打点 这样 我很开心 全家欢腾 带着行李 带着其他就来了 就你自己来吗 19岁我记得 就我自己来 然后那天是2002年9月25号 嗯 啊来了就发片吗 没有 我就住在西门町 嗯 然后他们带我到唱片公司 就跟我说 我们要发片 我说对啊 我当然啊 他说我们要做一张 日本演歌专辑 日本演歌 我就说 你让我回去想想 我就回饭店想想 隔一天到 唱片公司 他门就没有再打开过 他手机也没有再接过 我就一个人 就在西门町流浪 怎么流浪 你就 他给我一万块 我八千块付房租 剩两千 还有水饺 还有饭吃 很快就没有饭吃了 我真的吃到最后 连吐司 发霉我也吃 而且还不能吃整片 只能吃两口 天啊 不让自己死掉 然后房东来敲门 要房租 我 我吓死了 因为小孩子没有经历过 我就在外面不肯回房间 晚上看到流浪汉在那边睡 我就真的就坐过 就推过去 想说 我没有真的睡 我就坐着就 就这样 就天亮了 一过过了三个月 到三个月 我觉得真的快死了 快打给父母的时候 我就想 第一天跟唱片公司吃饭 很多名片 我就开始翻 翻到有一张叫吴先生 就每个打 打到一个吴先生的 就跟我说 你来我唱片公司 我帮你处理你的债务 他就把我付掉 我那些欠的房租啊什么 然后我就睡在他的 他说你就来这边 睡在我的唱片公司 其实他的唱片公司 已经倒闭了 他觉得这个孩子 有一点天分 就是说如果帮这孩子发片 搞不好他有成绩 帮唱片公司也有机会 他说你就睡在我这边 然后我每天就在那个 办公室大楼 那个是医生律师的 所以很多护士啊 医生律师 很安静的 因为那些 医生律师他们都很安静 那个大楼 你每天在那边写歌 然后那些 你还是继续写 还是继续写 保持希望啊 对不对 然后那些阿姨就过来说 有一个医院的护士阿姨 就说 你怎么每天在那边写歌 我说唱片公司签我 我是歌手 我们要发片 他看到你面黄激瘦 因为我经历了三个月没有吃饭嘛 脸都绿的黄的 他说你是歌手 但是台湾人的爱心真的 他就带我去吃饭 带我买衣服给我穿 带我去他家休息 因为地板太冷了 天气这么冷 他就这样照顾我 然后这老板就想说 这个阿姨这样照顾这个孩子 他就跟那个阿姨借了两百万 他就跟阿姨说 这孩子要圆梦 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 流浪在这边 都没有人帮他发片 我们来帮他 你借我两百万 我们来帮他 我都不知道 他老板说 好 开始录音 我就开始录音了 编曲了 所以阿姨也真的借了两百万 借了两百万 开始录音啊 编曲啊 录音乐到最后 专辑做到最后一首 老板就把两百万拿走 所以我跟阿姨 还有音乐制作人三个人 音乐制作人也拿不到钱啊 都傻眼了 都傻眼了 要怎么办 那专辑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 就独立发行嘛 但是你知道 当年独立发行 拿到市场上 是不会有人去听的 放了一下子在唱片上 他就叫你快点退货 拿回去了 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间 真的 唱片不卖 对世界来讲是小事 一个歌手没人听嘛 小事 对我来讲那是大事 你是要做巨星 我从小六岁钢琴比赛 几百场 我爸爸这样跟在旁边 这样家人对 其实到最后 家人对我的爱 跟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 家人对我的期待太重了 所以一张张琴出卖 对大家小事 但是对我来讲我犹豫了 我那时候很严重 我就躲在一个房间 不吃不喝 我就点一个蜡烛 每天想把自己弄死 那个阿姨就看到说 这个孩子应该这样 会死在 照顾我的阿姨 我知道 这样会死在台湾 把她弄回去 你好久没回去看父母了 回去看父母 就帮我买飞机票 我一回到马来西亚的机场 我爸妈跪下来哭 我爸就说 结束了 你不要再哭了 爸爸从六岁到现在二十岁 这么十几年 栽培 结束 你要在马来西亚卖鸡饭 卖面卖热啥 随便 你要卖什么都好 做什么都好 就唱歌 爸爸已经陪你玩够了 结束 我就跪下来哭 我就说我什么都不会 我也不会念书 我什么都不会 其实我的人生就是 吃饭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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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再唱歌 什么都不会 你要我回马来西亚要干什么 来台发片始终不顺利的艾成 并没有因此放弃梦想 在酒吧助唱 重拾歌唱信心之后 他以一首对你爱不完 在超额踢馆赛中突然爆红 更在第二届的超级偶像中夺得冠军 但天生就是不会跳舞的艾成 奋力为了比赛练舞 却让自己受了许多伤 甚至差点死在舞台上 他这个人是 他只要 他想做 就一定得拼命地去做 做到他达到目的位置 就像他之前在练歌 他可以从白天练到晚上 每天不停地在他的歌音室 一直唱一直唱 唱到他声音都压掉 他还是要唱 就是他对他某种 就是歌唱事业 所以他会有很坚持的一个点在 他觉得他靠自己就好了 你外表你看不出来 但是他就觉得 什么事情还是要靠自己 不能光祷告 那这个是似是而非 他就觉得他要靠自己 让自己变成一个很红的歌星 但问题是 我们看他的人生是这样子 他是满手好牌 但是因为他倚靠自己 所以人生是这样 一路下滑 一路下滑的 抱着一个我就要成为巨星的这个心情 来到台湾 短短时间就是一个 斗败的攻击 完全被打击到底的一个状况 回到了马来西亚 爸爸说 音乐这条路 你以后就不要再走下去了 对不对 可是对你来说你有办法吗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对 然后我就跪下抱我爸爸的腿 我说我不行 我一定要回来 哪里跌倒 我要哪里爬起来 你要帮助我 我就说我答应你们 我不会自杀 我也不会死 我会回来好好的过活 然后他就让我回来 所以爸爸还是让你回台湾 因为 你没有 他们也没办法 他们没办法 他们有给你一点钱吗 就给我钱了 然后就给我钱 然后就说你要 你要继续去面找机会 但是你不能 就是让自己死掉 爸爸就是这样 你不能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要去唱歌可以 爸爸还是支持 但是 因为他已经没办法 所以我就回来 但是我什么都没做 我也什么都不会 我一样继续忧郁 然后我 最后就 我就坐在一台公车 有一天很奇妙 神的很爱我 我就坐在一台公车 一直 一直兜兜兜 那天我要找一个食物 叫做木树芽菌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吃那个东西 你就是特别想要 我最深厉害要吃那个东西 神经病嘛 我就坐那个公车 一直看外面 哪里有哪里有 就一直拖 哇看到真的有一个街友 我就冲到公车 冲下公车过去一买 当我要一吃 我听到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 耶稣永远爱你 我的木树芽摊 那个摊子就在 心殿行道会的门口 哦 神把我带到那边 然后所有的同工就看 就把我说 你要回家啊 这里是教会 然后 心殿小组的玉兰姐 就把我带到她家里 她就用神的话喂养我 然后就慢慢的健康 慢慢的健康 然后 神 看到你健康了 她就安排我到一家 Live House 叫做祖父子店 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那时候我状况很差 我上台唱歌都走音 所以你不是很会唱吗 没有 因为我状况太差了 我经过一连串这种 忧郁啊 不吃饭啊 顛沛流利的 已经都不是唱歌的状态了 上台唱歌都是 比不懂唱歌的人 我觉得还难听 可是在祖父子店 你这样上台唱的是很不 是不可能的 因为人家是名店 对 那老板说 那经理跟老板说 还是让他在那边当服务员好了 老板就想说 我听他的故事 他是一个歌手 因为他的故事挺可怜 我们让他唱好了 然后经理说 他唱成这样 可能会影响生意 老板想说 没有关系 我们让他唱 过十二点 没有人的时段 所以我在那个舞台 我就忘记 什么叫做唱歌 什么是天分 我都忘记 我就从第一首歌 怎么样唱歌 什么是音乐 然后在那个地方 什么样排 什么样的歌单 可以感动人 要唱什么样的歌 人家会接受 就从一桌 两桌 三桌 真的唱到后面 就餐厅 我的时段都爆满 我就觉得我这个舞台 每天晚上 有一百人来听我唱歌 我已经满足了 就不要再出去了 但是生很好玩 他就会安排一个老师 我那时候 被人家跑路那个老师 做了唱片 没有收到钱 那个韩仙光老师 他说你在这边唱了多久 我说唱了四年 他说你要不要去 就出去啊 你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 那如果在祖父子店关了怎么办 我说祖父子店关了 我就找另外一间唱啊 他说你要出去 因为你离乡被 我家乡来台湾 要十几个小时 那不是三个小时可以回家 你离乡 离开父母 离开家人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路途 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一个人 你就在这个live house唱歌 唱一辈子 我身为你的老师 我觉得这个不妥 你要出去 做什么都好 但是你不可能一辈子躲在这 我说那我要去哪里 他说去选秀啊 比赛啊 我听到比赛我就恐惧了 因为我从小就是专门比赛 就落空的嘛 比十几万人呢 在拿冠军也是没有人理我嘛 所以我觉得比赛对我来讲是 没有用的 老师说你可以去比啊 不比你去PK也可以 去上一集也总可以吧 然后他是我的恩师 所以我想说 就听他的话 就去我去PK 我就唱了 对你爱爱爱不忘 就唱了一集而已 唱完那一集之后 我助唱的地方 真的更爆满了 从桃园高雄台南这样赶过来看我 听我唱歌的乐乐多 我心里就想说 电视的力量 真的媒体力量很大 所以我就打算要比 超级偶像第二届 所以就是大家认识的爱诚 所以你原来去的时候 那时候是第一届去PK 第一届去PK 然后第二届就正式比赛 但是一进去呢 他们说你唱慢歌其实 唱慢歌的人太多了 你不然做一点特别的风格 你唱爱不忘很好啊 不然你就变成唱跳歌手 我就好啊 因为製作单位这么说 你也只能这么做 我每天都用 他们就每天就让你上 七个小时的舞蹈课 就是一定要把你跳成 看起来好像舞王的样子 我就跳 我就跟你说 因为你不是舞蹈者 所以我就跳到这边 全部开始发炎 发炎啊 肋固醇啊 止痛药啊 抗生素啊 就每天这样压 天啊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痛了就吃 痛了就吃 总决赛我吃了六十几颗指 对我看胜素 我觉得我死在舞台上是OK的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所以那天晚上我想说 比完应该就死在舞台上 但是我当然 神怜悯我没有死 其实超久好像冠军 那个总决赛的那个感言 我都没讲 我已经没有力气讲 其实我那三首跳舞 我都是用要牙的 其实我连战都痛到痛不欲生 还能这样跳那三首舞 因为很多观众 也对那有影响 能够跳那三首舞 但神的恩典 我真的已经 所以我总决赛的感言 我根本没在讲 因为已经痛到 我根本没在讲 比完拿完冠军 我一点喜乐都没有 哦 没感觉 没感觉 因为整个超级偶像的比赛 我又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我可以 其实神知道 你骄傲还在 嗯 他有办法 他就让我发了一张专辑 叫做万人迷 根本没有人体 完全沉下沉到沉入海底 嗯 没办法专辑我不怕 我怕的是 我又再回到那个 房间点蜡烛流域 我说我很怕死 对 我不要再回到忧郁症的神 你帮我做别的 我不唱歌了 我跟他说我不唱歌了 神很爱我 马上一通电话 我还在宣传那个专辑 万人迷电话就来 我们有一部军教片 坏人演了七个月不演了 你来演 那时候还很年轻 他就说 你歌手 我看过你 你选秀的嘛 冠军嘛 不懂演戏正常 我来教你 你太紧张 紧绷 我说有什么方法吗 有 喝一点 我说喝一点 不行 我从小就是保护喉咙 我一点都不喝 他说你是不是艺术家 我说是 艺术家有时候是要 喝一点的 为艺术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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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歌坛中 转而寻求戏剧演出的机会 然而 因着戏剧的演出 让他结识了许多 志同道合的演员朋友 更在之后 有机会组成霸气乐团 到各地演出 但这却成了灾难的开始 骄傲的态度 以及对名气的渴望 让他再一次远离神 陷入信仰的低潮 有谁的承诺 那时候超有冠军之后 他又出了一张叫万人名的唱片 结果那张唱片完全不卖 也经过那张唱片之后 他就没了 人家就已经对这个爱情又陌生了 然后他也不知道 他下一步要去哪里 因为都已经当到冠军了 我还能比冠军更高 没了 然后那时候就是 也在昏昏二二过日之后 人家就说 我们现在民室有一档席叫新兵日记 你要不要来演 你又会唱歌 然后外型又算不错 那你要不要来演 那时候艾成就没有什么推论 他说那就演吧 但是其实 在他骨子里 他是一个不喜欢演戏的人 他很不喜欢演戏 但是因为为了生活 然后因为歌唱 他又没有办法大红 他就想说那我去演戏 然后他会唱歌 但是他发现他不会演戏 所以他为了让自己的状态更好 所以当时 接受了一个资深演员的建议 就是你只要喝酒啊 你就会变成影帝 所以他就开始喝酒 然后一开始一杯两杯 到后来半瓶一瓶 然后在这个酗酒的过程中 他发现他被这个酒精捆绑 而且邪灵进来了 他发现自己已经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 哪怕酒醒了以后 他发现怎么自己会跟自己对话 然后就是 就是 就是这时候他就已经被鬼附了 他当时非常的绝望 甚至已经准备要自杀了 大型选秀节目拿了第一名 发了片 结果还是没有办法 最后他选择去演戏 可是演这个 《星兵日记》嘛 对不对 对 演戏是演戏 唱歌是唱歌 演戏是演戏 演戏是演戏 第一场戏 你以前没演过 没演过 完全没演过 第一场我记得就是晚上12点 导演已经拍很累 剧组都很累 大家都很累 然后我就是走过去 挡住他 你不要泡泡面 你不要写日记 不要再写我的坏事 我揍你喔 这样子的戏而已 我挡得了他的泡面 我忘记我的表情 我挡得了记得表情 我忘记灯光脸是黑的 我记得这些 然后我忘记走位 就是NG40几次 12点到4点 就那么一句话 大家就说 哇 这哪里来的演员 这哪里来的艺人 哪一家的 就这样 然后你压力就更大了 更不能演 那导演就说 那是八点档天王级王伟导演 他就说你来看Monitor 他说你觉得你演得好吗 我觉得 我说我第一次演的我不懂 他说如果你觉得你演得 这一咖不错的话 我们一起回饭店休息好吗 他受不了 他想说算了 就这样吧 你自己戏头的 当下那个感受呢 第一次演戏 我那天就想要离开成功岭 我真的 就算投剃 我都想说明天算了 我走了 你就学生工作 你真的没办法 但是不行 你已经约都签了 你都已经答应完了 都不是的 衣服 军装都穿好了 隔一天到 大家看到你 好像看到鬼一样 他怎么又还来 他到底要演几集啊 他不是来客串一场而已吗 天啊 那压力很大 有个演员就过来了 那时候还很年轻 他就说 你歌手 我看过你 你选秀的嘛 冠军嘛 不懂演戏正常 我来教你 你太紧张 紧绷 我说有什么方法吗 有 喝一点 我说喝一点 不行耶 我从小就是保护喉咙 我一点都不喝 他说你是不是艺术家 我说是 艺术家有时候是要 喝一点的 牺牲的 为艺术牺牲的 我就从一点 威士忌 一点 两点 半杯 那你喝了真的有比较会演吗 因为我有演个坏蛋 所以喝了酒 就是这种 心里的那种 我觉得心里的那个 恶魔跑出来 就那种一副很拽的脸 然后就刚好就是那个角色 所以我反而觉得 酒有用 一点两点半杯 一杯 半瓶一瓶 我不骗你 我超级偶像一百万 最后有四十万 是喝酒 结果我喝着喝着 我就 我觉得就是被邪灵附体了 喝到 会被邪灵附体 那个情况是这样 天气冷 很冷 六度的天气 冰水 匍匐前进 大家都还保保鲜膜 怕说会被冰死 因为一拍拍几个小时 我扑下去就爬了 一点冷的感觉都没有 然后那个杆子 我一年都爬不上去 我叮叮叮叮叮爬上去 导演说你骗了我一年 你今天给我爬上去 其实然后剧组的人都说 他一直都不对劲 都讲什么唐诗三百首 那些古诗师傅 我没念书 我怎么会讲那些话 我真的不骗你 都讲那些东西 所有剧组的人都说 不对劲 导演 要不要先让他回台北休息 我们在城宫里 导演就把他写 就剧本 叫剧本帮我写休息 叫他先回台北 回到台北 他们就带我到行天公 拜他打 他们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女 但我就拜他烧他打 什么的 然后没有用 把我带到回家 那天晚上 我就觉得我那天晚上 绝对要死在家里 你知道自己不对劲 我觉得我的心脏 今天晚上一定停 一定死在家里 人要快死 真的快死了 真的会想到他 我说耶稣救我 我说耶稣救我 耶稣救我 我的 我看到我的始终两点半 因为我要知道 我怎么时候死 窗射进来一道光 神说 一个很慈祥 很公义的声音 你 都是到这个时候才找我 我不救你 我那时候是死亡 恐惧 你已经超越死亡了 因为你已经听到神告诉你说 我不会救你 我差点就从八楼跳下去 我又跪又站又笑又哭 我疯了 我这样说我什么都不要 我跟神说我什么都不要 我不拍戏 不演戏 不唱歌 我不喝酒 我什么都不要 我把我的命卸下来 每一分每一秒 全部奉献给你 他说 你 一篇圣经都没有看过 你要怎么奉献给我 我妈妈给我一本圣经 放在床柜上 我瞄都没有看过 十三年灰尘厚到你无法想象 我就把圣经拿下来 从创世纪开始看 第三代基督徒29岁 第一次看圣经 我的心脏 开始不想停 我看到我的手开始发亮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 我真的是重生 我那天就是感受到神 你要我 就是从创世纪一边读一边 感觉到自己变得不大一样 对 我就全部 我就感觉我重生 然后就从半夜三点到天亮 我就不断地哭 我不断地哭 不是因为我死不了 我不断地哭是死 为什么你要这么爱我 那你就回到信仰里了吗 我又回到信仰里 我又回到信仰里 但是呢 我真的觉得神的 我们到最后 能够走在这个子异上头 明白神的心意 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但是我那时候还没 我都觉得 耶稣在我心里就可以了 你就还是回到世界 过你的生活 我还是回到世界 过我的生活 我还是没有 背十字架来跟从祂 那你就还是继续 就回去演戏这样 还是 那时候我就不想演戏 我在家里祷告 我说神 我不要当血腥 我不要当血腥 我也不想 我不是说血腥不好 我不想 因为我是唱 我觉得我是唱歌的 我不想当演员 我不想当血腥 我只想回到舞台唱歌 神帮我组了个团 就打了个电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王瞳 豪杰 几个演员 我们一起为了电视台 民視电视台 然后就组了个尾牙 然后组了个乐团 要去表演 最后我们那个尾牙也没上 我们就组了那个北七乐团 然后那个北七乐团 也让我真的回到了舞台 但是我因为这个回到舞台 我更执着了 我觉得我有机会回到舞台 我那个病又来了 我那时候 我记得我就已经到了教会 到了现在我在聚会的 哈利路亚教会 然后神就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告诉我 但是告诉 告诉我不该这么做 但是我还不理他 我还在会堂上面说 若生 聚会啊 主日聚会 我在聚会上面说 若你没有让我成为 成功的摇滚歌手 你就把艾成这个名字抹掉 我要下地狱 每天早上七点 艾成就到教会里成根 这样的生活 是他过去不曾想象的 然而曾经远离神的艾成 却在经过严重的鬼附之后 尝到了地狱般的生活 这一趟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旅程 让他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也更明白谦卑的意义 一开始我们是在小组当中聚会 听到就是隔壁在大喊大叫 然后我们当时有个弟兄 就走到隔壁去看他 因为他就住在我家隔壁 就一个门之隔 对就是邻居就对了 就我们去看他以后 他跑过来跟我们讲 不好了 艾成出事了 就我们就跑进他的房间去看他 就看到他面目猙獰的 一直大吼大叫 其实一开始我们会认为说 这会不会是所谓的一个 精神病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半夜的时候 我们的亮哥跟黄文哥 还有我就是我们三个人 带艾成先去挂急诊 因为我觉得至少先让医学来判定 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因为是突然间 然后医生也是给他打点滴 然后打一点针 然后就说带回去观察一下 但是其实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的精神 那时候就真的不是他 他会一下子怒吼啊 一下子乱跑啊 一下子全身拖光光啊 然后在家里跑来跑去这样 然后教会就觉得说 他在这个家里很不安全 然后我们觉得说最安全的地方 那就是教会 所以我们过了大概两天的时候 我们就把艾成安置到我们的教会 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是 其他的这个各个家族 家园的弟兄姐妹 不用上班也都在教会陪着他 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一起唱诗歌一起读圣经 我们教会有这个很多弟兄姐妹 好几十个这样轮流 陪着他一起生活的一个月 住在教会里面 他的爸爸妈妈都历历在目 非常的感动 艾成就跟神呛吓之后呢 甚至他真的觉得 他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那他的生命 其实面临到一个极大的挑战 进入到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状态 所以艾成你那时候 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那时候很胖 其实我胖有两种病 一种病是我觉得 我以前乞丐的时候没饭吃 我现在有一点钱我要把它吃够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我吃这么胖 我才能够唱出很胖的歌 所以就从六十公斤吃到九十公斤 哇 我觉得我大家说你这么胖 你根本不能上舞台 我就觉得我这么吃是为了专业啊 我每天都哭着吃 每个中午吃那五十盎司牛肉 每天吃吃一年耶 你就强迫自己一定要吃 我吃几个 后来吃每一天一吃我就做 我就想哭我就想吐 但是你还要吃 那是病得很重 真的真的 那个生 那个月就跟我说 你要去哪里 你能去哪里 一个月每天讲 到最后 有一天晚上我吃饭 一个月过去 他没有讲那句 那天晚上他摸我的头 我说你不要怕 发生任何事 我与你同在 我就不断地哭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知道他摸我 他说我与你同在 不要怕 发生什么事 我必与你同在 隔一天 我的灵 就直接下到地狱去 在地上我的肉体 我说的话 我做的事已经是 就好像美国 鬼片大法师一样 不断地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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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说 你结束了 你不会再有机会 神给你太多次机会 我隔壁邻居 亮哥 他们一家人在祷告 还有消养 全部过来 十几个人我在家里 我脚踢断 我在家里像蛇一样这样爬 他们六个小时 我不断地喊破我自己 但你的意识状况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因为我的灵魂 不断地在折磨 魔鬼说 你已经结束了 所以死亡那时候 对我来讲 已经是小case 我很想快点去死 魔鬼说你要嘛 就把这些基督徒杀光 要嘛你自己去跳楼死 不然你的命运 就是永远不会结束的结束 就是你的结束 那个感觉就像 现在此时此刻 歹徒冲进来 把我们一个一个 在你的面前 把我们一个一个杀光 杀光之后 在你面前 然后再把你架着 从一路架到回到你家 再把你的家人 在你的面前 一个一个杀光 杀光之后再杀掉你 然后你又回 你又重来回到这个位置 又一直重复那个痛苦 而且你的痛苦 是永远是第一次 嗯嗯嗯 不是说啊 久了就习惯了 然后送进来嘛 要杀人嘛 OK啊 随便你 不是就是那第一次 永远的第一次 那个 而且不会再结束 所以我在地上的我 就是想死 我在家里六个小时 我又要去跳 从窗跳下去 要去死 他们就拉着我 这样六个小时来回 然后到最后 他们就把我抬到医院去照 其实我几秒钟 我在那个照合成功证的时候 就快死了 然后我说 耶稣你救我 耶稣你救我 所以他让我留住气息 没死 最后带到教会 门锁起来 我在里面 他们一帮我祷告 祷告就是一把利剑 他们一祷告就是一把剑 插到我身体里面拉出来 全部都是血 所以全会众都在帮你祷告 我们今天好像你有带一段影片 对 我们看一下 过来 耶稣爱你 艾成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好爱艾成喔 这个就是我在教会 这个时候我的灵 就是不断在折磨 所以几秒钟我就会 有一种很凄厉的叫喊声 因为那个叫喊声就是 又来了 又来了 它不会结束了 所以说当他们在为你祷告的时候 你的感受也是痛的 你说有剑在插 是身体的痛吗 就是真真实实感受到 他就是用一把剑插到你的 我不知道是插到我的灵魂 插到我的肉体 就插进去 然后所有的鲜血流出来 所以大概多长的时间持续 一个多月 每一天 每一天 慧众每天不断地祷告 因为他们只有知道 祷告可以帮我把 那个鬼赶走 你能睡吗 在那一个月 没有 都没有什么睡觉 所以你知道教会的人 教会的人的爱 一百个人的话 分十个 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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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工作我照顾 我工作他照顾 他工作他照顾 而且几秒钟 每分每秒都要在你身边 而且要六个 一个抓不住 你就是那个月都是在教会里面 对 然后时时刻都有人在旁边陪着 都有 至少有六个 哇 祷告 照顾 陪我在教会 他们就睡在会堂 我就睡在会堂 就跟他们一起睡觉 然后半夜我几秒钟就冲起来 他们就 他们也没睡觉 天啊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就冲起来了 魔鬼说 你看那个十字架吗 你冲过去撞 撞十字架 因为你太坏了 你快点 你要忏悔吗 快点去 我就冲到十字架 抓到十字架 就快撞他 快点 撞十字架 撞十字架就对 因为我是求死的力量 所以不会流 不是那种演戏 就是要死 我就是要死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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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我都不感觉痛 因为我就是想要死 然后突然就 神就说停下来 停 神说 神想说你这样撞下去 你一定死 停下来 我就这样 你跪下来 跟我忏悔 神这个时候才跟我说话 我就跪下来 我就不断地忏悔 我就说 我就把我所有最不堪 最丑陋的东西 全部告诉神 我就不断地哭 不断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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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事情之后 魔鬼就不能跑完 但是我的灵呢 回到了baby 回到baby是 我什么都不会了 我就灵回到了 像婴儿一样 连走路吃饭都要人家叫 但是最好玩的就是 我爬 晚上我就爬 爬到会堂的钢琴上面 你绝对没办法想象 我坐到钢琴上面 我还会弹琴 还会弹琴 我已经忘记我叫艾成 忘记我是谁 忘记我父母是谁 忘记我父母 我忘记全世界什么 我自己都忘记我自己是谁 我坐到钢琴上面 我还会弹 此时此刻神跟我说 孩子 这个恩赐是我给你 我永远不会受众 你的固执 骄傲坚持抵挡我 此时此刻对你来讲 还有意义吗 我就哭着说没有意义 他说孩子 不只是没有意义 这间你的固执骄傲坚持跟抵挡我 把最爱我的你 我们两个永远隔绝 我就觉得我很不配 拥有这个恩赐 我说你可不可以收走这个恩赐 他不说话 我就弹 弹着弹着 我的右脑没有办法跟左手 右手接着 我就趁左手 弹和弦 弹弹弹 我三十年来第一次我的双手 我跟我的脑袋永远没有办法弹 我就坐到钢琴前面 我不断的哭 我不断的哭 那一刻 我完全知道原来 我的一切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甚至连我的呼吸 我现在做 我任何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就不断的哭 不断的哭 他说孩子 我没有要让你成为什么大英雄 也不用成为什么大音乐家 也不用成为巨星 你只要乖乖 当我的孩子就好 我期待有一天再见到你 那个写歌我都没有用去考量 慢慢考量 这个曲子好不好听 没有 它就是一个一捏进来 一分钟 每一首歌都一分钟 两分钟就写完了 然后就给你歌名 充电上来的声音 教会是我家 与神同行 养儿的家 我清一楚楚知道 那个歌都不是我的 就是上帝修剪了我之后 他就叫我 就是跟我说 你可以开餐厅 然后这是我马来西亚的料理 我自住在沙拉越古境 然后这刚好呢 这个料理呢 在我的古境 六十年 是一个非常美味的美食 然后我就把这个美食 带来给台湾的朋友分享 让大家都觉得很好吃 之后我就开了这家店 在三年前 两年 艾勒莎的招牌上 大大印着艾成的头像 而这家店 也是他蒙福的证据 印着上帝的帮助 让他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而他也更多的思索 上帝赋予他的使命 到底是什么 从前艾成的音乐梦 建立在自己的才华上 但如今 他却更想把音乐天赋 献给上帝使用 而上帝也用他的生命 补出一首首动人的诗歌 我觉得其实他这一两年 真的是改变很多 因为 其实早期跟他相处 是有压力的 就是因为 因为我本身的个性 是比较文科 我都会去顺着他 那其实什么事情 我都需要帮助他 然后有时候他心情不好 或是什么之后 其实你是很难去 掌控他的情绪 然后有时候他就是突然间 对一些音控人员 就是在演出的时候 会暴走 会骂他们 直到后来就是 经过这么大的事情 他是真的真的低头 认罪悔改 告诉神说 他已经不要再当以前的 菜爱城了 从今时候 从今天开始 我只数耶稣你一个人 最大的改变他就是 他知道他不是神了 因为他以前都觉得他是歌神 所以通过这次鬼父 他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 他开始完全的放下自己 然后当别人再表扬他的时候 他真心的说一切荣耀都归给他 那后来他愿意谦卑下来 就是有任何的服事啊 找他啊 就是包括一些餐会的啊 你只要找他去献士啊 不管唱流行歌还是诗歌 他都无条件 就是愿意配合 突然发现自己其实 怎么连琴都不会弹了 那让他也重新去思考 到底神在他生命当中 要他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突然之间不会弹琴了 那你又开始怎么样去 回到音乐这条路上 回来我就很乖 大家说健肥 我就跑步啊 少吃啊 不要这样吃啊 就瘦了 我真的几个月就瘦了 我什么都不会 神就说叫我姐夫说 跟我 我姐夫就跟我说 开餐厅 马来西亚菜很好吃 我们就开那马来西亚菜餐厅 我就去做啊 就开了 我都不会 我也不是煮饭的 我也不是做生意的 那餐厅开了 九成的基督徒在里面 我没有特别要应征基督徒哦 但是每一个来 都是基督徒 都是基督徒 你说员工 然后每一个 如果不是基督徒 一下一下就感染 那个爱的气息就受洗了 然后那个生意呢 赔钱就有钱去补 然后他自己生意会很好 你都不知道哪来的 我都不知道哪来的 我只知道说 我乖乖当他的孩子就好了 原来 原来我们只要乖乖 当他的孩子就好了 那你还能再弹琴吗 后来 我还能 当然 他不可能 他只是那时候 他只是让你了解这件事情 那一刻就是 其实弹琴对我来讲 是我这三十年骄傲的 最根本的那个源头 唱歌那都是别的事 因为我做钢琴会谈 全家说 你以后是贝多芬音乐家 其实这件事情已经 严重影响我这三十年 我永远觉得 我一定是音乐家 我的内心世界就是这是我的 所以你才能狂到说 我若没有成为搖滚巨星 我要下地狱 你才会讲这种话 神把你所有的东西 全部挪走 告诉 清清楚楚告诉你 这个是我 我给你的 我给你的 其实这一场 这一场难免的痛苦 他其实就是要 告诉我这件事情 那在这之后 你怎么样来看神给你的 这个音乐的甜分 你又开始有做一些其他的创作吗 很好玩 以前我站在台上唱歌 我真的以前 人家四月天啊 对啊 在台上唱诗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 神 我今天来帮你唱诗歌 你看着 是这种心态哦 甚至会觉得说 诗歌 是给一些音乐造诣 比较普通的在唱 不是 这种心态耶 结果神有一天 我在热沙店 他就说 我就在那边躺着 他就说你给我起来 你总要开始写诗歌了吧 我说蛤 我说你写什么歌 重生 他就直接给我歌名哦 因为他说你不是重生吗 那你就写一首重生了 我拿起吉他我就写 我写完之后 我还想 我心里还想说 这个歌 是你要我写的吗 我要跟他求印证 隔一天我在一个邮局 看到一个人的脖子后面 你能看到人家脖子 闻重生两个大字的 你说他刺青刺重生两个大字 刺青 刺重生两个大字 哇 我就不再问为什么 他接下来就 每次就拿吉他我就写 他 那个写歌我都没有用去考量 慢慢考量 这个曲子好不好听 没有 他就是一个一捏一进来 一分钟 每一首歌都一分钟 两分钟 就写完了 然后就给你歌名 从电上来的声音 教会是我家 与神同行 养儿的家 我清清楚楚知道 那个歌都不是我的 都是神在 都是神 只是透过我在写 我就是乖乖 神说写诗歌我就写 那你现在还想 开店我就开 还想发片吗 想发片吗 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全部都 神叫我做什么我都做 甚至常常跟我说 我把你的院长结束掉 你还会为我写诗歌吗 我说你结束掉什么 你结束掉我的生命什么 我都会为你写诗歌 马上一通电话 韩市长 那时候不是选择 全台湾很疯狂吗 最后两场 15万人的演出 他们要指定我们那个乐团 用我们的主题曲 站到那个15万人的演出 去唱歌 你看我以前说 我要用命去换那次演唱会 不用 不用 谁跟你说要用命换那次演唱会 你只要乖乖做我的孩子 我都可以给你 所以在这么大的造势场合 你在那边演出 你心里头有什么 要特别的感动吗 我心里面已经不是 我自己是剧情 已经完全没有这种了 我真的觉得神 你为什么要这么爱我 我这不配 我这个不配的罪人 我这个何德何能的不配的人 为什么你要这么爱我 我其实 我现在每一刻我都觉得 真的就是 我宣布都是神的 然后我也真的很感谢说 祂可以让我每一天都听到祂的声音 时刻 这个不能做 不可以做 这个尽量做 帮我做 我经历这几年等于很不一样的感觉 你看你来台湾 你从19岁来 怎么样子的被打击 怎么样的陷入忧郁 到后来很多超自然的那种攻击 到现在 你怎么样用自己 神给你的这个天分来去服侍神 心里头感受很多 年纪轻轻经历这么多 你最后没有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 常常有些人觉得说 我干嘛要把主权交给神 我自己也是很有能力有才华 我可以走出一条路 其实讲很简单一件事 神的一念高过我们的一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祂已经预备了 祂已经派了一步 到最后你成为那个公主 成为那个王子 得着这世界跟祂同作王 你变成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祂剧本都写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所以你把主权交给神 你时刻平安 时刻就喜乐 上帝创造我们里面 就是有一个洞 那个洞 只有祂的爱可以填进来 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再填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 讲得真的很好 就只有神的爱能够填进来 那个洞 那你不要自己的骄傲 把那个洞填起来了 那就会让自己信物到一个 其实还蛮辛苦的处境了 对不对 今天真的是爱成自己的生命经验 感谢主 走过这一路过程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感谢主 谢谢 神机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记号 但是对基督徒而言 神机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 我们的一生被很多不同的力量所拉扯着 这些力量可能是来自于我们成长的旅程当中 我们希望被别人看见 被别人肯定 被别人赞美 被别人支持 在今天我们听见爱成弟兄生命的故事 他就是这样 他有很明显音乐的才气才华恩赐 从小家里就对他有很大的期待 当然他自己对自己也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这一条音乐的路一路走来并不那么的顺利 他渴望被别人看见 这个渴望几乎强烈到要把他吞没了 他的生命从音乐一路走到 从马来西亚到台湾 从音乐到戏剧各样的发展 这些力量拉扯着他不再只是成名的渴望 甚至包括了酒精的力量 压力的力量 甚至还包括鬼父的力量 这么多的力量在爱成的生命里面 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拉扯 他过得很辛苦 我不知道当你在听见爱成生命 被这么多不同的力量拉扯的时候 你有看见什么样的神迹吗 你有没有看见那个上帝工作的手 在爱成的身上一点一滴的工作呢 当我在看着他生命的故事 我特别感动的是那一百个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在他的分享里面 就在他被一个很强大鬼父的旅程当中 有一百个弟兄为了他十个十个为一族 抓着他轮班的保护他 守望他为他祷告 下帝兄姐妹你看到的是守望的力量 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扶持的力量 祷告的力量 或许我们正在陪伴一些人 当你陪伴他的时候 你可能会很挫折说 哎呀我陪伴他陪了这么久 我还要陪多久 他才能够胜过他现在的问题和困难 我们透过这一百个人 你真的看见 当爱满足生命自然改变 当守望的力量够多到一个地步 我们看见上帝更新的工作 就一点一滴的在爱成弟兄的生命当中 不断地塑造他 不断地释放他 不断地更新他 上帝为我们预备许多服侍的机会 服侍不同的人 而他们的生命 正像是爱成弟兄一样 被许多不同的力量拉扯着 若神为你预备这样的人 我们要有够多的祷告 要有够大的耐心 知道上帝的手必然持续地工作 得胜是神良给我们的应许 只要我们相信那个得胜 我们必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怀着盼望往前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在爱成弟兄的生命里面 看见得胜的神迹 你胜过他生命当中 个性的期待的软弱 你胜过甚至是这些鬼父的拉扯 你兴起环境 成为爱成的祝福 我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论是我们正在面对试探拉扯 或者是我们正在陪伴别人 面对试探面对各样的难处 愿你加添能力给我们 好让我们经历到 你在爱成弟兄生命当中的得胜 也同样发生在我们众人的生命里 愿你得胜的荣耀 能够赢得我们这一生属灵的征战 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上帝得胜的荣光能够光照你 好让我们看见这一场又一场 属灵的征战是以盼望喜乐的眼光 阿们 阿们 尽多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